平川说电竞 天天两魔兽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兽组和亡灵之间的比赛 不过这一场比赛双方对手都是欧洲的选手 我们看一下他们会不会有一些新花样 好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是LR 最后的比南索 出身在地图左下角是蓝色的兽组选手 ID是EMA1337 是一名德国的兽组玩家 看一下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右上角 好 红色的亡灵选手ID是ENTE 两个人都是德国的 看一下德国这边玩魔兽打的怎么样 好 双方英雄方面的话 亡灵选择的是死亡骑士 居然不是小强之类的 打的确实有点比较的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兽组这边 兽组这边首发的是剑圣 也不是先知 这已经很少很少看啊 剑圣和这个死亡骑士正面刚了 大部分的打法都是先知打小强 先知打恐惧魔王 好 今天终于有不一样的了 好 本场比赛是双方在天地上的一场遭遇战 看一下这一局 从开局方面来看啊 是吧 有一点回归啊 回归传统的打法 好 DK走出祭坛买了一个骷髅棒 这边 这边农民啊 各种去侦查 看一下剑圣 第一个装备 能打一个什么装备出来 剑圣的名字叫达射啊 不是又输了 所以说这一局 哎 兽组啊 至少没有一个是吧 没有被毒奶 好 看一下 这边直接把TP卖掉 打了一个头环 买了两组药膏 我直接贴一个加速箱去抓对方 嗯 刚才有一个农民看到对方在这里练集 想过来抓 直接交一个TP 这交 这 贴了一个加速 还去买了一个头环啊 可以的 这些是双头环在手啊 非常的肉 头环一下可以加三维 是吧 力量 敏捷 智力 各加啊 两个的话就加四 攻击力加四 力量 敏捷 智力 全部加 好 打完这波的话 我们看一下成功阻止的DK 练集DK身上打了一个眼睛 那前期DK没练到 自己啊 看到剑身确实有点难受 看一下科技情况 科技情况的话 亡灵这边啊 本已经升了五分之一 兽足也差不多啊 双方科技进度差不多 但前期的话 剑身啊 各种未遂 死亡骑士 好 亡灵第一个蜘蛛走出机台 走出了兵营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点看能巧吗 DK一发C 好 DK一发C强调啊 不过装备倒是一半 是一个戒指加三 那这一波剑身成功成为了打工仔啊 打工人啊 你我都是打工人 家里的话 再补一个通灵塔 通灵塔这个冰塔啊 早早升起来 确实非常针对对方的一个剑身 那蜘蛛走出了兵营 那开始练极了 练一波 DK要去尾随一下剑身 那这个5G胖子一发C能抢到吗 现在好像还没有C 现在蓝不太够啊 好 剑身成功 又打一个头环啊 哇 这剑身一级剑身 这打了三个头环 感觉神装了呀 好 死亡骑士 目前的话血量比较多 这死亡骑士就是一个女骑士啊 非常性感 好 直接开始 剑身目前比较肉了 然后贴一个药膏 慢慢回复一下 死亡骑士感觉还是不要啊 不要太太太深入 好 这边双线练完 升到二级 看一下要杀剑身 还是杀这个大剑 还是想杀剑身 一发C 哎呦 这个血量没控制 对方还有34滴血 一般情况的话 对方如果说没有这个头环 那肯定被你塞死了 对方三头环呀 血量加了不少 那这一波DK追了半天 状态追的好差 还没有杀成功 有点小亏 好 看一下剑身 剑身再练一下 这个自己的这个分框 那不可能再是头环了吧 再头环的话 这剑身 我们看一下 五级胖子掉下五级胖子倒下 看一下什么装备 这又是头环 四头环的剑身 感觉再来两个弓爪 哇 那这个剑身就是神转 再来两个加十二的弓爪 四头环加二十四弓爪 哇 剑身直接起飞 好 王林这边终于要安心练及了 练一下自己的这个商店 阿本 阿本身好的话 小歪走出剧台 开始接盘一下这些小点 双线练一下 首先还是把剑身 把这个小歪等级往上一练 剑身过来 直接吃了一个敏捷书 哇 这 这剑身这一局的话 运气非常不错 剑身又抢了一个怪 再去买个无敌 更加可以四五击打 小歪 我们看一下这边 乌妖 乌妖 看看要不要把对方给秒掉 乌妖身的是冰甲吗 应该也是弄瓦 好 这边打了一个大雪 大雪的话对于死亡骑士来说非常不错 尤其是前期啊 面对这个神装的剑身 好 一上来的话 首先摇数了一个蜘蛛想杀 哦 剑身过来想杀DK啊 DK非常聪明 赶紧交一个TP 那这一步剑身有点贪了 要是追着这个蜘蛛啊 没准还能杀掉 好 把DK赶回去 那兽足这边赶紧再练一波级 这边小歪等级啊 急需提升一下 兽足这边开始练一下 这个地精实验室 这个点算有点大 哎 这个屠宰场造好了啊 赶紧要出这个 赶紧啊 出这个加雪车 DK撒了一把粉 好 这边商店也打了一个大药水 这两个商店分别掉一个大药水 剑身啊 一个大药水在身边再加上四个头环 非常硬啊 好 这下也量一下自己的这个地精实验室 小歪目前的话升到了两级 一个妖术 直接把牧师给变掉 剑身赶紧贴药膏 看一下这一边 哦 打了一个骷髅树 骷髅树这边开始出女妖 哦 后期的 后期的话 女妖戴取绿帽子来 打这个受阻还是比较好打的 哇 小歪这波练级 练的有点少 有点极限 好 练完这一波的话 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个四级牧师 练完这一波 应该小歪可以达到二级多一点 哇 受阻直接 这三本这么快的吗 三本升好 买一个迷你基地啊 直接开分框 看王林这边 王林这边 三本也升好 双方这个科技升得都非常的快 好 这边一号 哎 开始采金 这里三发 三发一个牛头 不得不输啊 这个打法非常的复古 是吧 跳三本 然后出三英雄 三英雄啊 后期可以转一些嗜血 那更了不得啊 看一下还没有造那个二本建筑 哦 后续要出这个 大牙仙仔 大牙仙仔的话 主要还是针对对方 出这个 出这个类似于毁灭啊 这类的 好 看一下王林这边的英雄等级 三二的等级 哇 三二的等级 英雄身上没有回程啊 买了一个小黑 三发小黑 目前双方啊 都是三本 出三个英雄 DK升到了三级 小小巫妖的话 也即将升三级 那这一波 王林感觉有点强势啊 哎呦 女妖数量不太够 哎呦 女了 第一时间被剑圣给A掉 那接下来剑圣啊 还只杀这边的蜘蛛 骷髅叔放下来 牛头 牛头找个好位置 踩一脚 好 牛头一踩 这一踩踩得非常舒服 把对方两个英雄给踩晕了 好 牛头到 哎 这边有粉吗 好 算是没粉 哎 DK啊 直接把大雪给吃掉 好 剑圣一个跳P 开始杀对方的一个加雪车 现在乌央生了一个兵甲 兵甲一生的话 可以很好的防止 这个剑圣兵态的输出 好 兽足现在有双框啊 开始买雇佣兵 增加一下自己部队的 一个势力 王练这边打的还是有点激进啊 没有回城 还各种来占便宜 哦 还想在兽足门口啊 练一个棘 看一下 兽足这边 哎 英雄状态不是特别好 赶紧再补给一下 好 看一下这个路口 哦 简直 直接抢了一个怪 这一波抢得非常舒服 好 小黑终于开始沉默了 哦 这个头环啊 发生身上头环有点多了 废了一个给自己的牛头啊 毕竟这个攻击之爪啊 加五的攻击之爪还是比头环稍微好一点 好 这一波 这一波兽足难道被别人打得出不了加霉吗 好 健身后期去砍一个蜘蛛没有粉啊 哎 这边蜘蛛钻地 稀有着浪人头皮发麻 哎 Dk Dk差点走到别人的包围圈里面去了 好 现在 现在出了狼旗 狼旗一出 这亡灵拉肩的空间就少一点哦 健身 哇 健身一色一雪 赶紧把自己的大雪给吃掉 吃掉大雪 开持A 对方在加雪车 A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亡灵这边还不撤吗 好 还想找机会瞄对方的一个健身 但是目前小 目前的话 乌妖乌妖身上这个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哦 剑胜买了一个回城吗 直接买回城啊 没有教武帝直接买回城 虽然说亡灵这波部队阵亡有点多 但最后还是把剑胜给逼出了一个TP 是吧 只能说这一波亏的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呢 亡灵的话没有分框呀 这兽足分框稳稳的运营起来 这边开始狂小狗也拉出来 狂小狗也拉出来了 加血车赶紧葬啊 一个加血车葬好 这没有去毁灭 没有飘起来呀 双方要再打一波了 无敌药水给了这边的牛头 剑胜 剑胜的话 自己再买一个无敌 这一波兽足 想去看对方有没有开分框啊 半路预见 那剑胜又开始 又开始 诶对方的一个加血车吗 好 牛头找个好位置 找个好位置踩一脚 好 这一脚踩得非常的舒服 诶 一发C又救了回来 剑胜 直接再把这个 剑胜在无敌一跤 DKDK DK买了一个群补 哇 DK一个网 网络了 哦 一个妖术 DK这一波 DK这一波 三级DK 阵亡了 哇 那这一波DK阵亡的话 王林要赶紧撤吧 瘦组这边可以找机去买一个粉啊 这边的蜘蛛继续钻地啊 绣得让人头皮发麻 好 继续往前冲啊 贴了一个加速 这要去冲到 要贴点输出吗 去别人家里各种 嗯 这边继续 继续钻地啊 那瘦组再不买粉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呀 对方这个钻地 秀得让你头皮发麻啊 作为上帝视角都看不下去了 好 终于买粉了 小Y终于买粉了 哎 这里还有一个钻地啊 应该还不清楚 谁知道是吧 团站完那么久还没出来呢 好 看一下剑圣 剑圣目前身上是没有无敌的 诶 这边蜘蛛组组了一起 一个机格起来 那这边兽足继续开团 牛头一个踩 踩得非常舒服 哎呦 蜘蛛啊 蜘蛛这边一丝血逃跑 哎 也没逃成功 一个蜘蛛换一个狼鳍 小Y目前身上没什么状态啊 剑圣又过去偷了一个女妖 小Y身上没有蓝剑圣 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 这身上没有保命道具 好继续往后拉扯一下 我们看一下 王林这边的话 部队一直攒不起来呀 尤其是女妖 好 这个蜘蛛啊 在地下藏了一万年 终于有机会爬起来了 这还有一个蜘蛛钻地的 你敢信 哇 王林这个蜘蛛啊 钻的真的是有点 乐不思熟 是吧 乐不思熟啊 钻到地下 不记得爬起来 打了半天 哎 数一下 哎 蜘蛛数量有点少 人口好多啊 原来在其他地方钻地呢 我们看一下 DK DK终于复活 DK的中文名叫 达德摩尔 女公爵 女公爵 这名字还幸好啊 名字跟性别 还是比较贴切的 好 先生这波 终于买了一个无敌了 冷守一个无敌 不得不说啊 不得不说 捐的是欧洲这边的打法 就是钢脑 王林是吧 英雄死了 那家里挂火机 英雄复活之后 再找对方各种拌命 好 看看DKDK啊 DK被绑住 那贴一个冰甲啊 这边一发弄啊 把白牛给A掉 牛头一个踩 哇 这一个踩踩得非常速 把撒了三个蜘蛛 加上一个英雄 牛头继续找位置 现在 身上啊 现在女妖啊 给这个兽族身上贴了一个 密斯 剑身的输出 确实受了很大的影响 牛头啊 连续两个密斯 好 感觉对方啊 这个 DBUFF实在是太强了 受阻 交了一个TP 王林还是强啊 被对方压加了半天 是吧 挂火机 一出来 哎 又是满血复活啊 把对方各种A出去了 这一波练完几 王林要不考虑一下 开个分框啊 既然团战能打赢 那就顺势开一波分框 是吧 然后挂机 等对方过来送 哇 这个 奎血 要是给健身 那健身要更加气飞 这一波 我们看一下 练完这一几 练完这一下 小黑 升到了 快二级半 五一的话 三级半 DK回家的话 买一个蓝药水 好 双方状态不得差不多啊 要继续正面钢啊 就喜欢欧洲这种正面钢的打法 是吧 什么运营啊 有一个分框就够了 是吧 找机会各种正面钢 王林说 王林啊 一般都是穷死的 开什么框啊 好 现在女妖数量差不多了 有三个女妖 现在女妖的话 一直都是给对方加这个mins 没有给自己加绿帽子 这绿帽子一加的话 那后续 哎 这个扛伤害的能力啊 更加强 啊 受阻感觉这一波团战 有点打不过 想去包抄对方吗 还是说趁机练一个大点 富贵显中球啊 这个点也是练完 那能打一个不错的装备 王林这边还在各种成名练级 这一波人口爆的确实有点多 好 打了一个勇气头盔 一上来 先把对方的DK给腰数了 赶紧撤一波 哇 剑圣剑圣 剑圣身上有一个无敌 这一波看看 剑圣 哎 剑圣过去的话 一个A 想把 哇 一发C 还是把这个绿皮给干掉了 然后一个沉默加上 哇 剑圣要小心啊 这DK一发C剑圣 马上就要见阎王 好 这一波兽足开始转飞龙 那三级毒飞龙 这一波的话 爆发能力还是非常强 哇 剑圣直接来一发 那我赶紧顶起无敌 好 后面狼奇一个网 先把蜘蛛给解决一下 这冰甲 加上女妖这个miss 确实对于王林来说啊 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buff 好 接下来牛头 哇 这一个踩又踩得很舒服呀 王林唯一的缺点就是拉扯拉得不好 被对方一直踩 哦 四级剑圣倒下 那这一波王林感觉要起飞了呀 飞龙数量有点多 哦 一个要是四级DK也倒下 哎呦 刚说王林有机会赢了 这一波牛头继续踩 好吧 三级牛头成了MVP 连续把对方两个英雄给踩没了 那这一波四级牛头 带着自己的大部队开始冲锋 蜘蛛没有伸网 你敢信 啊 牛头有光环 这个速度有点快 直接把自己的DK给买了出来 那兽族的话 兽族好像没有木头 钱是蛮多钱的 木头不是很够 这边王林把两个英雄都买了出来 那剑圣能买吗 剑圣没有木头 看来打到最后还是靠牛头爸爸比较强啊 而这边继续去输出对方一个加血车 哎 又一个妖术 巫妖巫妖巫妖 四级巫妖再次倒下 那这边DK DK看你有没有机会 把对方的这个小Y给A掉 五级小Y顶起无敌加血 那DK再一次倒下 王林打出了寄进我们恭喜兽族 哇 剑圣 果然还是不如这个牛头呀 牛头爸爸一个脚踩下去 真的强 好 喜欢这一季比赛朋友 记得点阅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